宇宙膨胀速度,也就是哈勃常数,是理解宇宙演化和最终命运的关键参数。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持续差异,称为哈勃张力,这是指一系列独立测量处的常数值与从大爆炸遗留下来光辉的预测值之间的差异。 维博太空望远镜确认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精准观测数据是正确的,消除了对哈勃测量数据的任何疑问。 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一个科学任务,是利用其观测能力为宇宙膨胀速率提供精确值。 在1990年哈勃发射之前,地面望远镜观测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推断出的膨胀速率,宇宙的年龄可能在100亿到200亿年之间。 在过去的34年里,哈勃将这一测量精度降低到了1%以下,将宇宙年龄值缩小到138亿年。 这是通过测量造幅变星来完善所谓的宇宙距离阶梯实现的。 然而,哈勃只与其他测量结果不符,这些测量结果暗示宇宙在大爆炸后扩张得更快。 这些观测是通过ESA普朗克卫星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映射完成的。 这是一个模型,展示了宇宙在大爆炸冷却后的结构演变。 由于存在数据差和深空观测中潜在的不准确性,科学家怀疑哈勃观测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 现在,维波望远镜出现了,它让天文学家能够验证哈勃的结果。 维波对造幅变星的红外观测与哈勃的光学数据相符, 确认了哈勃望远镜的精准观测,消除了对哈勃数据的任何疑问。 最终结果是,所谓的哈勃张力仍然是宇宙学家的一个棘手谜题。 可能有一些我们还不理解的东西交织在空间结构中, 解决这种差异是否需要新物理学, 或者是由于确定空间膨胀率的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测量误差的结果。 哈勃和维波现在联手提供了决定性的测量结果, 加强了一个观点,影响膨胀率的是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而不是测量错误。 排除测量错误,剩下的就是我们误解了宇宙的真实且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物理学家亚当·李斯说, 李斯因共同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获得诺贝尔奖,这种膨胀是由于现在还没有发现的暗能量神秘现象加速的。 作为交叉验证,维波在2023年初步观测确认, 哈勃对宇宙膨胀测量是准确的。 然而,为了减轻哈勃张力的影响, 一些科学家推测,随着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宇宙, 测量中不可见的误差可能会逐渐显现。 特别是,恒星聚集可能会系统影响更遥远恒星的亮度测量。